我愛你我心處理 今生今世不如你 樂團在台上演唱 500的經典歌曲 愛你一萬年 同時跟台下觀眾互動 炒熱氣氛 桃園市政府為了鼓勵年輕人 勇於實踐歌唱舞蹈夢想 舉辦2023桃園新人秀 9月16上演總決賽 參賽者們全都使出 渾身解數 這次比賽獎項有歌唱組 樂團組以及舞蹈組前三名 再加上現場觀眾票選人氣獎 桃園市府金智玉負秘書長 頒發獎金跟獎盃 得獎者們的笑容全寫在臉上 很開心今天可以得到第一名 然後也感謝桃園舉辦 這麼棒的比賽 社會桃園人 讚 今天非常開心 對 也非常謝謝桃園清零事務局 今年首度推出桃園新人秀 希望挖掘在地人才 這次一共超過430組以上的青年 以及團隊報名 經過海選跟副賽的激烈競爭 角逐前三名寶座 還有總獎金60萬 包含的三組 其實這些團隊都非常優秀 我們從輔導到後來上台 未來我們會做煤盒 讓他有發光發熱的機會 市府說青年事務局將在11月舉辦 表演藝術Pitch Show 會邀請全國各大流行音樂公司 經紀公司 現場跟年輕人交流煤盒 讓大家都有圓夢的機會 也為音樂產業注入新能量 TVBS新聞林志偉廖中慶 桃園原廠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